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近立法院这一波 尤其有受伤的 有什么这一切 但有包括民党立法委 时间 直接请问一下 过程当中 大家讲这届立法院真的素质很差吗 有没有素质最差 老五是要讲 对 立法院素质最差 问题出在韩国语啊 为什么 其实国会议员 当然政党属性很重要 可是你国会议员你的老板不是政党 你的老板是人民 人民才是你最直接的老板 所以应该就是说 你对于党的指挥固然要听从 可是不必百分之百 也就是说国会议员应该是独立问证 那独立问证就要为每一个人的问证 跟你的地方的服务来负责 为你的成绩负责 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 因为韩国语毕竟是立法院长 而最近在这几波 因为像立院攻防 像譬如说黄杰到底 那个锁 请问那个锁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还没解决 像所认为你黄杰就直接讲说 韩国瑜针对他 因为韩国瑜不是要查吗 他说韩国瑜是公报私仇 因为那个时候他当市长的时候 没有那个惊天一瞪翻白眼 那个时候那从那时候开始 他觉得对 这就是刻意要攻击他所有这些 现在这整件事情 都已经歪了歪成这个样子 到底什么程法案 第一个就是说黄杰没有人要刻意攻击他 如果他没有要做那个事情的话 根本不会有人要讲他 但那天的状况就是 其实蓝绿都假动 我们是假动六点 所以在那个红楼 就内政委员会开会 那个会议室是红楼的202 我们六点钟到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人到之后 民进党已经一堆人是在门口等 因为他们假动五点半 他们在我们前面 我们认了嘛 因为我们比较晚到 大家排队进去嘛 这都没有问题 可是问题是 当我们在排队的时候 我们发现 为什么里面有人 里面有人开冷气 所以我们都不能接受啦 就是你们按照正常程序 你们就是比较早到 可是你们为什么要做 偷鸡摸狗事情 趁门还没有打开的时候 先想办法钻进去呢 这就是违反规定的嘛 所以后来我们才会行公文 问那个立法院的秘书处 后来调录影带来看 发现原来是黄杰 四点多的时候带着一个人 两个就鬼鬼祟祟祟的 然后就到了一个门这边 然后那个男的交给他一个东西 因为比较远 比较远所以看不出来 疑似是可能是给他一个钥匙 或者是给他一个卡片 然后黄杰拿到那个东西之后 就刷刷刷刷刷刷 然后就那个万用 那个喇叭手就开了 他就进去了 那这个行为就是不对的 那黄杰现在就一直硬拗 拗好几件事情 第一个他讲说 他只是早一点去上班 那我就问 早点上班 你为什么不回你的办公室 你不是有研究室吗 你现在四点多的时候 你到会议室上什么班 里面没有半个人 你上什么班 你是去打扫吗 还是去那边插窗户 这就鬼扯淡 然后第二 你去的时候门有没有锁 如果门有锁就代表说 那个时候是不能进去的嘛 否则门锁的干嘛 这就是一个规定 七点才开门 所以不要在那边凹 然后再来就是 因为当然韩国要出来管 我们很多不同的委员会 就是有自己的规定 比如说有的是七点开门 有的是七点半开门 有的是六点半开门 每个委员会有 每个委员会的规定 那你们内政委员会 就是规定七点开门 这就是规定 你破坏规定 事先侵入了那个地方 身为院长他不用去 不用去了解 那以后整个委员会都大乱了 每个整个委员会大乱 当然大家要有一个共识 有规定出来 院长本来要做这事 然后结果黄杰说 韩国瑜就是公报失仇 这个我觉得还能够接受 我比较不能接受的是 他说韩国瑜你要查我 我做这个事情 有比你打扁严重吗 有相关吗 有相关吗 你干脆讲说 有比什么国民党 228事件严重好了 这不相干的事嘛 现在讲的是说 你为什么可以 不 薛义室 这个袁氏讲很多 袁氏我只给你一个看法 我认为你跟你们贵党 党团的领导人一样 就是没有灭火的能力 还到处点火 这个事情应该就是靠我们立委 我们国会议员自制 那你如果觉得 他这样的行为 我跟你说实在话 我们财政委员会 早上四点五点 就是大家就有去 各委员会不一样 就尊重各委员会 所以你不能怪 单方面怪黄杰说 他那么早去 他那么早去他很认真 而且他的选区在高雄 他一路在条条千里 来到台北 当然他会这种 成婚的时间颠倒 他一大早去 我觉得这倒没有错 这倒没有错 而且每天公布的录影带 他并没有拿什么万用钥匙 什么其他方式去打开 没有 后来就发现 那个门其实没锁 那个门 一弄就开 他是女生 他是个小女生而已 他一扭就扭开了 有拍到一个画面 是面比较远 他带一个男生 那个男的给他一个东西 然后黄杰从他手上接过之后 后来弄一弄门就开了 那个时候就是 如果像你财政委员会 你四点都没到开 我们就遵 假设今天大家是要去假动财政委员会 那大家就三点去 那内政委员会就是七点开门 七点开门就 而且我不解是什么 就是民进党明明在六点到七点中间 一堆人在门口外面等 那你如果已经有一堆人在里面 你在演什么 那个 修哥你知道吗 那时候七点门一打开 因为我是负责搜证的 因为党团叫我开直播 叫我开直播 我冲进去 他们已经一排人 坐在那个主席台 豪争以霞了 吹冷气 那请问一下 那你外面的人在拍什么 在演几点演给谁看的 然后呢 后来大家为什么会去笑黄杰 跟宗嘉宾在茶水间 就是你们已经一堆人 正大光明坐在那边 那请问一下你宗嘉宾跟黄杰 你们两个躲在茶水间干嘛 已经一堆人坐在那了 你们两个为什么怕被人家知道 还要躲起来 原始像你们用那种影射性的 他们两个我相信是清白的 基本上不是 基本上讲这个就不对了 不是 这就非常 我真的要尊重你们自己的党 像你们党我觉得对你就一点都不尊重 竟然说派给你的任务去收证 增加你的仇恨值 不是因为你现在已经社会讨论 在选区讨论都已经 你快要被罢名 他还把你推到五岗 也不是说只有我 因为大家知道那个立法院 以前发生过很多次 比如说有一次林淑芬跟麦玉珍打架 后来打完以后 民进党马上就出去说 林淑芬被麦玉珍打 可是后来呢 因为大家都有收证 很多影片最后还原出来是 是林淑芬先打麦玉珍 先退麦玉珍 麦玉珍回首之后 然后才被一拳打过去 那个后来都是大家用 影片拼凑出来 我们现在要自保啊 所以这个工作现在 不不请问一下两位 明天礼拜四吧 明天礼拜四有委员会 有 有内政委员会 没有省这个 明天都是委员师去考察 明天都是委员师去考察 恭喜所有的观众朋友 明天不需要大家再看一次 穿下你不觉得吗 现在为什么要先问这个 要不然的话 明天大家所有的时间 又全部都要花在 然后现在立法院 最热门的关键字 选拔法这一定的 暴力 罢免 那今天还要问问一下 他们的几个女委员 可是几个相关的女委员 包括不管莱茵绿营 你说在大数据的 那些流量上面来讲 那个负面流量也很高啊 刚刚原自在世间 两个人争锋相对 对不对 我突然之间很有拜登的心情 真的吗 六月二十七号在辩论台上 拜登讲说我差点要睡着了 你们秋天上又在吵这些 坦白讲你不觉得 那是我们选出来的 立法委员就谈的事情吗 然后我最近心眼很痛 因为我的行动邮局通知我 我们国家还是有一个单位 很积极在办事的 叫国税中局 所以把我的扣了差不多 邮局里面只剩下 千位数 几千块而已 对不对 真是的 我们缴这些钱 是给你们搞这些的吗 半年下来 从二月一号到现在 立法院给人家的 就是那种感觉吧 就是强势表决 停止讨论 然后就打架 就是夜袭 就或是早上的出袭 然后呢 最后打耳光 然后选霸法 然后罢免 这些志愿里面 其实社会上多少人好期望 七月十六快到 因为七月之后终于休会了 希望你们不要延会 希望你们不要开临时会 什么会我们选出的 这一件是不是最烂 最差劲的 我们不知道 因为可能未来会不会更糟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让大家觉得完全空转 完全虚耗 所以为什么 你会看到的是 出来的这个半年下来 立法院关键是 有哪一个是正面的 有哪一个让人家觉得 有点激励的 所以整个立法院 但是现在的情势就这样子 当赖清德 他应该叫主席 因为他在中常委 在中常会是民进党 所以他这时候身份是 民进党党主席 然后党主席 反正朱立人也喜欢讲说 要理性沟通 反正这话也过了 但是你看到 赖清德 从党主席的角度 也就是要战就战 然后现在民进 国民党和民众党 也是要战就战 可是你们到底在战什么 打什么 包含今天的在 宪法只是准备庭 也是要战就战 但是到底在战什么 到底那个里面 那个发言十几分钟 连大把关都受不了的 到底在战什么 可是你看到现在就是这个氛围 这个氛围就叫做 2024年的选举的延长赛 或是明年的大罢免的预备赛 但是打来打去之后 真的是哦 社会上为什么给这么多负面自言 因为真的觉得纳税钱 缴了很浪费 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 因为今天有一件事情是 算新鲜一点的 就是宪法法庭 今天是准备程序 OK 那尤其在战主份 要不要弄 后知 为什么洪章他直接说 绿营民进党这个宪法法庭 今天就是民进党在主导 他为什么这样讲 我觉得他会觉得 就是说这次的宪法法庭的 因为这次宪法庭的做法 就一个是国民党之前就讲说 你宪法庭国民党没赢过 那再一次就说 你这是宪法庭的做法 然后人家觉得说 有点怪 比如说那时候周万来讲说 你们该通知的没通知 然后不够尊重 那宪法庭他的讲法 那我必须要讲 你毕竟是院对院 你不是对一般人 一般人的话我就跟你讲说 你就来开准备庭就好了 你立法院跟司法院是平行的 你不能把它当作 当作 我是法官 你们是来那个 那个态度不对 假设实在话 你们今天来讲 该给人家准备的时间 这些东西 我觉得基本上要有 那他这次 包括他这次 这次他承汉的速度特别快 当初高金素媒的 那个前瞻计划的时候 你在那边慢慢去算 每个立委到底有没有出席 有没有行使直选 你说高金素媒没有 所以这个我不受理 那你这次为什么会这么快 我觉得在野党一定会有疑虑 可是当初申请要回避 包括你说像许中立 两个申请回避 被驳回 被驳回以后 其实平常像我们一般在打一般的官司 如果对法官有任何疑问 你就算申请回避 人家驳回以后 驳外你也只能比什么 驳外你也不能跟他说 我不打你这个官司 他就是这个样子 你现在向法庭的状况 你也没有上诉的机会 他跟一般一般不一样 你还要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 因为他现在就打口腿战 因为反正他们就觉得 这个是一连串的战争 你现在的视线 只是大罢免的前夕而已 对不对 所以每个人在每个阶段 都在留香骂本 但我真的要讲一下 黄杰说那个门是没锁 这个说法我第一次听到 民进党到目前为止 没有人这样讲 说那个门是开着 你去看那个影片 黄杰或者民进党团 都没有annonce这件事情 黄杰说那个门 那个锁是我开的 从来没有讲 那个锁没锁过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讲法 我觉得今天这个状况就是说 这个要问你说你比例原则 我觉得当然民进党讲说 你国民党以前也破案多 国民党自己也破案多 锁大门什么的通通都有 但是你的比例原则 那天的案子 连一个要提高门槛的案子都没有 然后你们去把它抗争 拉到这个程度 是不是合适 是不是合适 而且用那样的方式 我在立法院那么久 我从来没看过说 立法委员自己开门的 自己把锁打开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 当然他们讲说破坏一场 那些都是事实 最早拔卖 从那个二届立委 开始增额的时候 开始拔卖公共 拔了一大屋路 破坏公共 那都经常 问题是那个 他有相对应 他有相对应要达到目的 你现在状况是 你的手段跟你目的完全不对称 然后我们需要讲 无事要讲 那个才真的没道理 什么叫做立委素质最差 怪院长 民党立委素质 国民党立委素质 要怪复婚期 民党立委素质 要怪柯建民 民主党立委素质 要怪魂国昌 你现在讲清楚到底谁素质差 怎么会怪到韩国余训 你们今天 前面国民党当然在搞的 国会改革搞的乱七八糟 回过头来讲 民党最近搞的也是一样 莫名其妙 就是你的手段 跟你的 你的手段 跟你的目的完全不对称 黄杰这个东西 就是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发生的事情 你那一场要冲就冲 比如说上一次的绑架 那个法力士人堵住也是一样 你们立委自己可以去冲的 你为什么不去冲 你就要去欺负 欺负义士人员 同样的状况 你今天不做 黄杰不做这件事情 那天会就开得成吗 不会吧 那为什么要去做这种 闹人口实的事情 这档盘自己做 做自己 可是接下来 每次内卷委员会 如果要是有排选办法 就会这个样 他现在的状况 他现在的状况就这样嘛 那天没有那个议案 他就说我假设 假设你会怎样怎样 那我每一个院会 每一个委员会都可以这样子 假设你可能会 会作乱做到天边 所以我今天 今天怎么闹都可以 这就没有道理 你说你说像 像那时候服帽的时候 半分钟打成那样 我一点意见都没有 因为你国民党那天 就是强推要过 这个案子已经没有这个议程 你还说 他可以变更 我就不知道 依照立法院议事会 怎么变出来 就变不出来东西 你就说 你就非要说他有 非要说他有之后说 所以我的手段 可以不断的堆叠 无限上纲 这没力了 或者说我基本 你基本讲的内容 我跟你看法一样 所以我刚刚我是鼓励 我们各党 每一位立委 每一位国委员 独立行使职权 党团命令的 不一定每一件都对 我只能讲到这 我认为 我认为我们是执政党 成如你刚刚讲 我认为我们执政党 应该多让一点步 这是事实 可是现在实时的多数党 是在在野党手上 而在野党 假借国会的改革 行扩权之时之外 最主要 最大在野党国民党 还要遂行自己的私利 他用这样结合的成为 国会的绝对多数之后 要的是图他们过去 抢夺过去的这些党产 我先前就讲过 党产条例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包括后续一些肉统的法案 都是国民党他们 借着结合形成这个绝对多数 要来压制执政 我们正确要执政的方向 所以这当然我们民进党 才会起而对抗 但是除此之外 像选报法我个人 我就认为说 这个要把它改松改紧 我都认为这个都很公平 现在罢免很容易通过 那对 要去罢免国民党的公职很容易 相对要罢免民党也很容易 所以我倒不认为这一条 有什么好增值 只是说现在差别 是在于说 对于身份证的验证 要赴影本 那我觉得这个要值得商榷 因为赴影本等于 在过去 本来民进党执政的行政院 已经提过 他还送请我们立法院提议说 应该是不是要加增加 这个付身份证的因本 结果是我们立法院的法治局 站在人民的立场 他不能付身份证的因本的话 反而各自的外泄 因为经手的人员太多了 反而这是遏止了 大家罢免权的形式 这是立法院法治局做的结果 我接一句话 我只接一句话 我同意你刚刚讲的 我不觉得这些立法院委员特别差 是这些立法院的党边特别差 蓝绿都一样 我讲那个黄杰的事情 当然是党边要负责任 你党边怎么会干这种莫名其妙事 国民党今天的事情 也是一样党边特别差 不是立委特别差 是党边素质特别差 不过现在看起来 明峰 好两件事 第一个刚才讲到宪法法林 今天这件事情 黄龙昌讲的那所有 包括黄晓琳已经直接跟你讲了 他们现在等于要对抗的是 十二个大律师 因为一府几月 然后大家全部都来 然后这些过程 包括黄龙昌今天直接讲 这根本就是民党在的时候 你可以感觉出来 守北部就是在准备着 就等到你要是真的宪法 法庭做任何决议的时候 我一定现在就开始铺神这些吗 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白影跳出来了 柯文哲直接跳出来 他直接问赖总统 纵容党内立委贪败义事 缺席协商 不让国家往前走 这是所谓的走对的路吗 提醒民众 提醒民众党的立委 执政党闹事 我们更要努力做正事 你们有没有听到 做什么正事啊 民众党那不投票的 算什么立委啊 全部给我辞掉 我们说一句 不是这样乱花的 对啊 陈正涵很惊奇啊 还有你们叫被位立委的 我是两千三百万 什么第几个 什么被位总统 被位总统 是受不了了 乱搞一通 我觉得这届立委 这个数字真是空前的差 差到一种地步 我反对这个 没有我跟你讲 一些人这什么没的对 就是你 会议 会议 会议是不开会 然后这边直播 这边做网红 然后领导团主任 可以去进去跟立委吵架 然后当记者 还可以去跟立委对骂的 我跟你讲 我们跑立法院的时候 是关在那个 那个后面的笼子里面 你不能出来的 你这个采访自由 是一步一步跟进的 你现在还要跟进 缴获吗 所以我觉得说 我觉得你当然 立法院的门 是不是你开的啦 不是立法院可以开 立法院可以自己开的啦 但是呢 你们之前因为这种东西 好那你们之前 这个国民党在证据 那个什么 人事案的时候 好像也把这个 群群的八楼给他们 锁给他弄掉 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 就扯平了 这也没什么 而且门锁没坏 那我们现在要问 一个会议的主席 可以随便贴一张纸条 就可以更改地点吗 我从来没看过 这种开会的事情 拜托好不好 立法院搞什么鬼 然后这个 所以说我觉得立法院 不管是谁来错 全部都要改进嘛 你看你这么生气 所以为什么柯文哲才会说 你看大家看到蓝绿 他一向主打那个过程 白鱼怎么崛起的 就是讲说 好不好意思两位 蓝绿都是那些 对对对 就这些词 现在大家弄成这样 他就可以大眼睛来说 民众党做事 你看你们大家都这样 我刚才罵了 没有民众党吗 陈志涵不是吗 人罵鱼这你还偷种子 去越南种 然后黄国昌没有角色吗 没有黄国昌没有搞乱吗 拜托 全部 全部新开立委 尤其是新开立委 根本就是 就是幼稚的到位了 五哥那个那一天 我怎么会办公室 因为民进党 不让我们进去 如果民进党 不要霸占那个会议室 不让我们开会 怎么会有换会 事情是有因果的嘛 然后必要我再 你不要讲因果 你不要再讲因果 我要讲宪法法庭了 现在把法庭 你看又又 广播商店又知道一个什么地步 许院长 我们这个到现在为止 都还没收到资料 继业 然后许院长跟他讲说 我知道是公告 怎么会没有资料 许院长 我們這個到現在為止都還沒收到資料 別人 然後許願者跟他講說 我資料都公告 怎麼會沒有資料 然後呢 另一個法官叫什麼 叫劉柏祥吧 他說 這個什麼 你們的對於反諮詢的解釋呢 我們都沒有收到 然後王王就說 因為我趕到 昨天晚上十二點 密戒來了 密戒又來了 那是最高 本來是最高機密 現在只用密戒來 不是 你看你又趕到十二點 所以我來不及交 那你自己都來不及交 你有什麼大法規 什麼資料給晚的 而且資料都已經上網了 現在是什麼時代 民眾黨不是在轉播嗎 不是很會轉播嗎 不會很會上網去抓資料嗎 為什麼連憲法法庭 要跟許忠麗要有資料 然後你自己的資料 可以晚到昨天十二點 送到那個 送到什麼憲法法庭 還是早上送 那你就不要叫 你有什麼這個指責人家 然後開始就提這個什麼 申請這個什麼 這個回避 許許忠麗跟那個 你們那個另外 許志雄 許志雄 兩個大法官 對然後申請回避 然後呢 明明就是要討論 五八五號有什麼用嗎 今天大法官看起來沒有人顯露故意的意象 因為這只是處理 緊急處分的東西嘛 那你勉強 只是說那個詹森林 問的問題是又被打槍了 因為他信法訴訟法的六十五條 跟四十七條 沒有搞清楚的感覺 然後呢 就是那個蔡忠俊大法官呢 他的問題呢 就是就在網友上面繞了一片被罵慘了 因為他的問題為了比回答人還要久啊 然後我們就看到大法官 原來也是這個樣子嘛 所以說我覺得今天 我覺得這個團隊 其實他們的律師還蠻齊全的啦 就在工坊上面 就是有這條條理分明 但是我說實在的 在野黨在講 就法官問的問題跟跟我們現在問他們問題都一樣嘛 什麼叫反質詢嘛 那你們的這個通過法案為什麼可以擴造什麼基礎 可以影響到一般的民眾嘛 這些都是所謂的重要的問題嘛 那你們說不會影響 不會有歷竭的影響 可是你們已經出出成立了一個靜電式的委員會 然後十二號明天又要成立一個什麼委員會 每天成立一些模擬其他委員會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趕在這個七月十二號之前 要通過這個賴總統到這個院長 到到院裡頭去國情報告 這怎麼會沒有立刻緊急需要處分的呢 然後最奇怪的是翁小燕最後講了一句 這個法修完不溯及賴總統 我真的不明白這位翁老師是怎麼回事 他就突然冒了一句 因為時間很緊迫嘛 然後許忠麗就開始吹時間 然後他就冒出來一句 這個是應該下屆適用 這個法如果通過的話應該是明年就要適用 也是賴總統要去國情報告 你為什麼突然冒出一句賴總統不用適用這個法 我真的不懂得這個說整個 因為我覺得這邊的律師可能年紀有點大 陳青秀是其實我在省府團隊以前還蠻認識的 他有法制局的 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優秀的 所以他都講比較空的 他不敢講實際的法條 因為你講實際的法條就講不下去 所以我覺得憲法法庭你就等準備庭嘛 然後這個下面就繼續走那個正式的辯論庭再說 不過其實這整件事情 我不知道因為當市縣機關 這幾個機關把東西送進去的時候 理論上我覺得在野陣營的人就可以開始準備 除非最高法院 對不起 憲法法庭做出來所有東西 你完全不信 或是你完全根本不願意採用憲法法庭的所有事件的結果 要不然的話 人家東西送進去的時候 理論上你就應該開始準備了 你就應該開始準備 如果你認真真的要打這一段 尤其這一段 我覺得這一段講的一定有很難 因為翁曉玲委員不是講了非常多的 就是上對下啦 什麼的很多像這一些 這一段讓人講 他說他壓力很大 那國會擴權暫時處分開庭 翁曉玲說壓力很大 每天只睡三個小時 為什麼這兩天都沒有什麼睡 只睡三個小時 因為要做充足的準備 畢竟不到五天能準備 我們要對抗的是其他四個憲政機關 總共十二個律師圍剿壓力很大 翁曉玲 律師跟檢察官跟法官 大家面對對方一堆人的事情 太正常了好不好 我們開過那種在 在刑事第一法庭最大的法庭 現場的當事人 現場的當事人光星星 加起來三十顆 每一個人找一到兩個律師 你知道那有多少個律師嗎 那現場滿滿的律師 檢察官立庭能幾個人 三個人 你有聽過檢察官直接出來講說 庭上 那邊人太多了 我壓力大 所以這個庭我要在什麼 沒有啊 所以他多說一點 不要講說 賴清德不是用這個法嗎 不是我不懂 因為人家有幾個 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人家不行 夜問一個打十個不是嗎 那不就是這個樣子嗎 那跟對方有十二個律師 有什麼差別呢 你厲害 你一個人我相信打十二個都可以啊 那何必需要講這一段呢 就大家該準備的照準備 然後接下來看最後怎麼做 這件事情在憲法法庭 今天我相信一件事啊 今天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為了未來憲法法庭 最後事先的結果 對我還補一個 就是他們沒有準備好的 因為一開始那個 申請方就弄出很多 POINT跟那個臨時的新聞嘛 然後吳中介第一個開頭說 你看這個對方呢 就把一些這個無聊的新聞 通通PO上去 連正式的法庭也不會這樣做 結果黃國昌到黃國昌的時候 就也是PO了很多 那個即時新聞 所以三個人不知道在搞什麼嘛 不過這些是好 你說憲法法庭往下走 但是人君 剛講說立法院的那個關鍵詞 幾個嘛 選辦法暴力罷免 說實話 現在大家所有的事情 等於要保溫的 或要罪絕的 現在都把所有的程序 目的都是看在罷免嗎 可是你現在怎麼算 因為立法院 立法院再怎麼樣罷免 也應該要等到明年嘛 所以大家就想沒關係 反正中間大家看怎麼辦 然後有縣市首長的 會不會面臨到這些的 現在變成是在打這一塊了嗎 當然嘛 立法委員在找事做 民眾也要找事情做 那沒得找立法委員 那就只好找縣市首長 完全認為是正常的 韓國瑜在今年新春團拜的時候 找了一下新聞 2月19號 韓國瑜說什麼呢 期許立法院是國家的火車頭 引擎添滿動力 還期免立法院的職員們 要拴緊螺絲 當時韓國瑜講了一段話 我好感動你知道嗎 他說沒有一個立委或黨團的聲音 是獨大的 每一個立委大大小小 都要一視同仁的尊重 要彼此認知到我們都是一家人 下面那句我淚都流下來 多年後回首前程 每個立委都會有溫暖的感覺 立法院那邊門都鎖不好 還鎖螺絲 我沒有 我基本上我都很 就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立法院到監委 韓國瑜當然要負最大的責任 怎麼可以不用負責任 韓國瑜說 如果有外人來開鎖 這個事情很嚴重 我當然覺得也嚴重 那立法院其他事情 我都沒聽你講過 立法院議事程序亂成這樣 你院長都裝作沒看見 國民黨現在也是大家亂 包含那個二零一的那個 那個黨團會議室 我進到超多版本的你知道嗎 國民黨說 是你們民進黨搞不清楚狀況 你們那個開會在隔壁 我們二零一是借來做開黨團大會 那我也有問一下 那請問那個二零二會議室上面 那張手寫的條子誰貼的 院長你不知道有這個新聞 每個都可以這樣子 有外人進去開鎖很嚴重 有人隨便拿一張紙 而且那紙講難聽 上個禮拜用印刷是二零二嘛 哪有用這樣子啊 那張紙還不知道從哪邊撕下來 那個還潑潑爛爛的 不過還好啦 還好不是衛生紙 然後就直接貼上去 衛生紙值錢一張一百萬 就是你今天院長對這種亂象 你都裝作沒看見 你也不講話 立法院的亂誰造成的 當然是院長啊 不然又院長幹嘛 太平觀好做啦 我講實話 我講過很多時候 太平觀要做就很簡單嘛 大家都在那邊 哎呀你也來 好好好 張家哥好 演字好 大家好 然後握握手就坐在那邊 院長當然有個高度 就好好 大家沒事沒事 那現在問題就在 那你告訴我今天 那院長的角色要做什麼 黨團亂是黨團的問題嘛 過去大家誰沒看過立法院打架 沒看過立法院亂搞 亂搞的是現場 後面大家沒看到的現場是 那院長會不會召集大家來協商 那請問院長在最近 又做了些什麼事嘛 所以我覺得這種亂象 他不會到這一次結束而已啦 他以後一定更亂嘛 為什麼 你剛剛提到的關鍵字啊 那關鍵字裡面 還有包含立委的聲量耶 聲量才重要 那那些關鍵字 都跟那些立委綁在一起的啊 對不對 那所有大家看得到 咬人的踩肚子 然後這個打架的勒脖子的 什麼什麼的 然後這個茶水間 連茶水間都變關鍵字 你也多厲害 因為以前都以為到了 大院會的時候 包括打架的啦 包括什麼什麼 現在是在委員會就開始 大家每一次都假裝 不重要的法案 對不對 現在都要這樣幹 不過我還沒想講話啦 我覺得這些事情 真的都不能怪在海外長上面 第一個喔 剛剛任俊哥講說 貼那個紙 那個紙是誰 那個紙是招偉貼的嘛 委員會最大就是招偉啦 上面有寫招偉是誰嗎 那寫內政委員會 那就是招偉管的嘛 什麼招偉管的 那就是招偉管的 我現在講說 如果說這個事情要負責 誰要負責 你算到韓國瑜那邊去 就實在太遠了 然後第二 對 要招偉負責嘛 第二就是說 那立法院這樣子 韓國瑜叫得動嗎 韓國瑜現在連召開一個朝野協商 讓誰講話不讓誰講話 沒有點到你 然後又換別人都被罵 莊瑞雄直接嗆他說 我沒有比你小 只是你剛好是立法院長 你委員我委員大家一樣大 所以你說因為立法院秩序亂 打架都要 是因為韓國瑜沒有 不要講黃金平 沒有言行去罰 連尤其坤蘇家全說 都沒有這樣好不好 那你只能講說這一屆 民進黨比較兇 你不要說院長比較差 這個我覺得賴韓國瑜 真的不能接受 你看連這一次內政委員會 法案根本沒有怎麼樣 要討論吳秉睿的版本 結果民進黨不讓我們討論 那民進黨對主張的價值 民主價值是說 民進黨最主要的價值 叫沒有討論 沒有民主 所以我們在實現民進黨的民主 結果民進黨沒收自己的民主 那真的怪韓國瑜 我解釋一下 立法院的運作上面 你剛剛 大家剛剛在講的 像換會議事這件事情 或者主席休息這件事情 在以往都是常態 那個不是特例 我委員 這是民進黨有好幾個委員 好幾個招委 就突然我說休息就休息 然後等到那時候再開 那你怎麼要宣布 他要寄張紙 你給我講完嘛 我把話講完嘛 就是說 換委員會跟 趙偉休息 這個都是常態 你當然你可以講到不好 但是他不是 他重點是在那個紙 那個紙 那以往就是這樣幹的 我跟你講以往就是這樣幹的 就是這樣幹的 以往就是這樣幹的 不要懷疑 然後再一個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 立法院長並不是 並不是在招委之上 他不能夠去管招委做什麼事情 委員會是招委在處理的 就好像當時的那個服帽 最後決定重審 那個是朝野寫上的結果 不是王金平去叫說 你張靜忠必須去重審 你是沒有這個權利的 委員會的自主 就是說招委是 委員會的會議怎麼開 那是招委決定的 不是委員長可以去指示說 你這樣做不對 你應該聽我的 從來都不是 那個門另外 那個門那件事情 開門嗎 是怨悟 那個是怨悟 那個不是委員會的會晤 這兩個狀況不太一樣 所以都不歸院長 不是 怨悟歸院長 所以他就要對你開門這件事情 那是怨悟 就是說立法院有一個門被清入了 所以他要管 那是他管得到的 委員會裡面怎麼開 那是招委的權利 不是院長可以去講說 你們委員會不可以這樣開 或你們委員會應該這樣開 這是不一樣的 又不要印公報 隨時貼紙就好了 不是 那個就以往就是這樣 我可以找一堆例子給你看 以前就是這樣開 藍綠刀一樣 沒有說只是藍的今天才這樣做 那你每天 每個禮拜印周報幹嘛 這個後製的意見 我沒有意見 但我覺得大家可能有誤解 我剛剛為什麼講說 是韓國瑜要負責 因為很簡單 對一般民眾來說 這些事情發生在哪裡 就發生在立法院 大家現在看到的 其實就是民眾對於立法院的評價 我為什麼剛剛要拿韓國瑜 在新春團拜講的那一些話 韓國瑜一定有他的願景的存在 那些話我講不出口嗎 我沒他這麼上人的這種智慧 你知道嗎 但今天的這個立法院 有沒有達到韓國瑜 在當時講的那件事 我當然知道有些東西 不是韓國瑜要負責任 但剛剛連主持人聽完 都會有一個疑問 那所以代表什麼事情 都不給院長管嗎 以前小時候 我們要寫我的志願 我相信現在一定很多人 是我的志願要當立法委員 嚇我一跳 我的志願要當立法院 沒有沒有沒有 院長你要先當委員 為什麼要當立法委員 因為當了立委什麼都能做 當了立委什麼都能講 當了立委想幹嘛就幹嘛 這就是我們現在 對立法院的評價 那韓國瑜你可以講說 韓國瑜今天趕出來講說 不好意思不干我的事 那你今天你說黃捷的那個 我也必須講實話 黃捷那個真的是有爭議 那如果今天按照這樣的話 以前那些睡在大院門口的 市監委員你沒睡過嗎 你都傻的 我睡過 睡門口幹嘛 我直接進去就好了 對啊傻啊 還在那邊說不好意思我們要排隊 等簽名 這種為什麼不敢譴責 為什麼不敢講 我就說這些東西 你難道對於立法 那我問你啊 那這些東西難道院長也要說 不好意思委員獨立行使 我沒辦法管他 到今天為止 你沒有都不去管 再來就是說 那立法院的意識 連韓國瑜自己在主持大院院會裡之後 那個整個的亂成那個樣子 韓國瑜也沒有覺得怎麼樣啊 那你說派代表 我剛剛稍微查了一下 六月二十四號的時候 事實上 那個時候賴清德公布說 你國會武法 他已經簽了 要公布是不是就同步提示線 你覺得國民黨跟民眾黨 真的在乎憲法法庭嗎 對啊 要不然從那時候就該準備了 你本來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遊戲規則要怎麼玩嘛 2022年1月開始走憲法法庭 憲法法庭不是第一次開耶 你代表的是立法委員會覺得說 我以前我在立法院裡面我最大 我想怎麼問政 我覺得我質疑你我就質疑你 他把同樣那一套拿去憲法法庭裡面嘛 你看那個所有的對話 為什麼我沒說到 我來不及所以我可以不用 我當然來不及啊 所以我沒給啊 這種我們會覺得很荒謬的事情 他對不起在立法委員的身上 在他聯繫裡面 他覺得叫做正常嘛 我的志願當然要當立法委員 小朋友 現在看起來 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現在這樣一些狀況 他會不會真的延燒出 未來真的叫大罷免時代所有的一些 可是剛才對 剛剛人就有講說 中間到二月一號以前 中間沒有閒著的 是不是包括所有的地方 縣市首長 會不會也在籠罩在這個陰影之下 但現在看起來 像這樣 朱立倫對於國民黨 算發假動嗎 對全體藍軍 他說他要吹出包安大軍 如果有人要罷免最近在進行中 他要直接吹包安大軍 意思就是講說 好不管 萊英就是要動員 我就在票數上面要贏你 打熱戰啦 講白一點 立法院這個情況裡面 除了很多納稅的人 心裡很不爽之外 我相信有一個人更不爽 叫做謝國良 如果不是立法院搞成這樣子 那個火要燒過他那邊 第二階段搞不好都會過 第二階段搞不好都會過 已經就超然無聲了 但是謝國良 現在已經不只是烏糧了 我上次講他是橋樑嘛 那橋樑裡面已經貫穿南北了對不對 西羅大橋所以大罷免時代 就這樣子下去了 可是呢 現在已經送了四萬三 然後這個曾經是更正之後 也送件了 然後據說還有八千多份 那五萬三 那這個情況之下 你再怎麼刪 再怎麼挑剔 第二階段看起來過是過了 那過了以後當然是熱戰嘛 因為其實有個關係嘛 你去算如果是五萬多人連署 兩個人拉一個 就過門檻了 那當然沒有那麼容易 可是這個熱戰一定起來 加上有立法院 不斷的燒柴火 所以其實重點已經 很多時候謝國良做什麼 和不做什麼都不重要 那個情緒就起來了 所以當然要熱戰 但是朱立倫這個下假洞 也蠻有意思的 有一點像是 如果一定要戰 不是只有我 對不對 大家都來 大家都來 到時候打贏了 擋下了罷免 過了八萬票 真的就是全 因為 謝國良沒有粉 你要說要一個基隆市民 支持他 曾經投票他的人 說朱來 因為罷免很少是支持者會出來的 就是仇恨動員那一塊 會比較有力 所以謝國良沒有粉 所以一定是熱戰 那熱戰如果打贏了 我朱立倫的功勞 明年黨主席少囉嗦 如果打輸了 總動員嘛 大家動員不力 侯友宜你要不要來 盧秀燕你要不要來 盧秀燕你要不要來 盧秀燕你不來 你是害了月仁之 如果沒過 對不對 所以盧秀燕你也有賬 盧秀燕那個費強運動也很強 台中你要不要來 所以其實現在朱立倫 其實是個精算師 第一個 本質上就要熱戰 第二個呢 這是奈何橋 我今天一定要過橋 我也把你們拖過來 大家一起來過橋 過這個橋 所以現在其實 國民黨對朱立倫來講 他也是一個 如果成功了 擋下來 大罵免時代停下來 大家看票數 如果只差幾票 但是如果真的壓制 大罵免時代停下來 那他有功 那如果沒過來呢 現在一樣嘛 那你侯友宜要不要進來 蔣官要不要進來 然後盧秀燕要不要進來 其實也是一樣 大家共同分擔 所以朱立倫搞熱戰 再以精算師來講 其實是合理的 但是朱立倫呢 一直沒有去處理這個問題 立法委員搞成這樣子 你在怎麼熱戰 到時候謝國良 還是會被立法院害死 不過現在看起來 袁軍 這個熱戰是 在你們預估當中了嗎 因為包括以前 從韓國瑜開始 一路下來 國民黨也歷經了幾場 然後所以現在看起來的話 就是勢必打熱戰 而且然現在看起來 朱立倫等於是下了 等於是下了整體的攻擊令 就是這樣子啊 很早其實我們黨團 也有討論過啦 就是說大家一定要去幫 謝國良 每一個委員呢 負責比如說好幾天 大家去走巷戰 巷戰 巷戰 其實沒有啦 那個是因為民進黨 後來加入了啦 因為基本上基隆也不大 其實基隆就 基隆就比一個立委選區 大概大一點點而已 比我的立委選區大一點點 那我們選立委 基本上都是走巷戰 就是每一條路啊 什麼都要去走 所以他是很需要人 去幫他吹票 吹那些不同意的人出來 幫幫他投不同意票 那這個一定要熱 為什麼 因為按照過去被罷免的經驗 像韓國瑜 韓國瑜當時就是 冷得徹徹底底啊 他一開始都不對罷免 做任何表態 然後別人黑他 我感覺他回應的力道 也不夠強 然後到選舉前 甚至於叫他支持者 不要出來投票 那當時高雄 就只有一種聲音嘛 就是罷免韓國瑜的聲音嘛 然後很多東西 都是積非成事啊 講久了 沒有人幫你講話 人家就有先入為主的概念嘛 那所以這次 絕對不能讓同樣的經驗 複製在謝國良的身上 像現在很多人都在挑撥離間 然後就是說 你看 徐曉星他們去了 或誰誰去了 對就多五千份 謝國良很怕徐曉星來啦 謝國良很怕誰來 沒有好不好 謝國良如果很怕他們來 那天怎麼會站在 徐曉星的旁邊 他從頭站到尾耶 他是希望大家去的嘛 因為他知道 其實今天即便是 國民黨的人不去喔 就是挑撥離間人的邏輯 他不怕徐曉星只怕人他 大家 挑撥離間人的邏輯是說 其實謝國良很冷啦 最好是消失不見 出國啦 讓人家忘了謝國良的存在 罷免就沒事了啦 根本沒這回事 今天國民黨沒有任何動作 民進黨會放過他 不會啊 今天國民黨沒有任何動作 民進黨會放過他 不會啊 他們的基隆的市議員什麼 一定會在 一定會在這個議會啊 一挑他的毛病嘛 然後還有林宥昌啊 甚至於林宥昌的妹妹 好不好都會一直不斷的挑毛病 林宥昌 因為林宥昌的妹妹不是我亂講的 是他一天到晚在po那個社群 然後說謝國良如何如何如何 然後就會有節目討論 很多啦 很多這個類似的案例啊 那最新的是講啊 這個不見的 這個不是他妹妹啦 這個謝國良被批評啦 說什麼基隆市前面的人工草皮被拆除了 這個事情都可以被罵喔 然後基隆市政府說 因為要洗一洗嘛 要保養一下嘛 而且沒多少錢嘛 這不行喔 就是什麼東西都會一直被講 民進黨不會讓他忍的啦 大家記不記得當時在連署的時候 其實最後階段很多人認為說 不會過 第二階段不會過 結果民進黨馬上加入 加入之後一天連兩千多份嘛 這樣就超過了 袁氏可不可以問一下 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包括剛才來賓在治理行業 都會提到你的一個狀況啊 或什麼這些 那當然希望能夠立委要當四年嘛 對不對 可是如果真的有人要針對你做罷免 你的態度也是打熱戰嗎 一定熱戰 全部都 而且明年民進黨已經鎖定好幾個 一定好幾個 這個一定要 如果真的有你會不會邀請徐曉心 一定邀請的 而且他也要邀請我啊 大家要互相邀請 大家要互相邀請 因為這個已經是團體戰 我想一下 國民黨現在多頭馬車 我先看到新聞的時候 出了是在掛中的月 我講意思 為什麼 你現在現在講啦 黨團說他們要幫忙 黨團 黨團如果沒有黨團 搞這個選霸法 搞不好朱立倫 搞不好二階段 他就不會過嘛 他幫你是豬隊友對不對 然後呢朱立倫這個 人家熱戰是早就確定 他今天講說都是我下令 都是我帶領的 將來將來 人家你現在做的鑰匙 他現在說都通通通是我號令的 對不對 然後林濤一天到來 那你不曉得朱立倫輸什麼嗎 輸牛啊 他就只會吹牛啊 然後林濤一天到來 一天到來在吹牛 一天到來在吹牛 我想說 為什麼要熱戰 其實你從過去的罷免看到 冷戰的都死啦 SENQ哥也死了 韓國瑜也死啦 Freddy是冷戰過了 但是Freddy之後就不敢選 所以冷戰是穩死的啦 那所以以他一個 菁容市長來講 不可能冷啦 因為冷了他就不用連任了 你不可能說低調 所以他一定是要打熱 這是謝國瑜早就決定的事情 二間任如果沒過 那就算了嘛 如果過的話一定熱戰 就是要熱戰 他陸戰早就已經準備好了 然後呢 他一直在講說 不要喊反罷免 結果林濤在那喊 你現在朱立倫還出來掛地方 為了說通通都是聽我的 決策都是我的 其實人家什麼都做完了 你什麼都沒有做出來 出來放這個訊息 他真的好意思 不過剛 現在我有沒有聽到 袁翠剛才一直講 就是因為民進黨在裡面 還直接點名了民黨 連聯合昌明組長 他妹妹都要擺進來 所以民黨真的在這裡面 會琢磨很深嗎 事實上 民進黨很多的作為 是被國民黨逼迫了 就像我講的 他們跟民眾黨 形成多數的暴力之後 這一定是互相的 我不敢說我們民進黨的作為都對 可是我們有很多是被動防禦 比方說他們硬是要在大會上 忠實討論 進負表決的時候 那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只好就是從一讀 從一讀的時候 就要開始大家來討論 來阻止這個事情 那我還是認為 即便我們民進黨想的 不管方向 政策上 扶國立民的 哪一些都 我都認為說 既然我們執政的 我們不管在野黨多麼野蠻 我認為我們還是伸出友善的手 我們還是展現態度 我認為第一點 人家不鬧事 第二點 要抓大放小 這是您的態度 還是你們中央的態度 我跟我們中央這樣建議 我覺得此時此刻 我們各黨不要再測試 社會忍耐的底線了 社會真的 如果這樣子對立法院的唾液 是不分政黨的唾液 你看人家柯文哲都先講了 他都先講 現在民眾黨要做正事給大家看 他說你們當家鬧事 柯文哲自身難保 柯文哲最好先保他自己 我覺得他就不要再擦嘴 我覺得他不要多擦嘴 因為他對很多法案 並不是那麼熟悉 那我是認為說 像我剛剛為什麼 我跟原子講的 就是說 不會滅火 還一直來天才火 我覺得要停 大家火假不倫力 既然大家要和平 好好來討論問題的話 那大家就不要再先前的 這些小隻小隻 這些就停住 不要再吵了 不要再鬧 也就是說 要終止打架 終止吵架最好的方式 就是立刻停止 立刻停止 所以我也呼籲雲子 就這樣打住才對 不過明鳳 現在看起來整個 罷免的風潮停不了啊 一直下去 包括大家都在講 說對 第一個示範區 就在剛剛講的 就在基隆這個地方 而這個地方 如果熱戰 不管你說熱戰 兩邊打成什麼樣 白銀當初 在投總統票的那個時候 或在投市長的時候 白銀投下去的那些 那些小草 在這次應該是蠻關鍵的啊 是啊 我覺得立法院這種情緒 其實是沒有辦法冷戰啊 那個罷免現在已經 對 大家要冷 你那個地方 只要再打一次 對 朝野對立 今天有在憲法法庭 也有講啊 朝野對立到 因為有個大法官 這個不使人間煙火 說你們要提現 試現之前 要不要先這個 朝野協商一下 然後那個 可是比如說 我這樣要怎麼協商 所以我這 就是說 所以說立法院的這種氣氛 根本就會影響到社會上 這種藍綠的對決嘛 然後對決 這個 這個一直擴散下來 就會不停的被點名說 誰也要罷誰也要罷 你這樣一直延續以後 變成二月一號 勢必要會上演 所謂大罷免的戲碼 所以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王委員一直叫 國民黨不要這樣鬧下去 就是大家都止住啊 不要這個是為你們國民黨好耶 就是說整個你氣氛 你這個罷下去 國民黨會比較傷 因為你現在氛圍是這樣啊 氛圍已經跟二零二四年分 因為二零二四年 大家想要教訓民進黨 可是因為國民黨 國民黨是總統候選人 題太爛 我覺得根本 根本連行政權也會被拿走的 可是現在你這樣鬧騰一下 之後 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國會的這兩件事情 隨著憲法法庭 這樣轉下去的時候 再加上這樣的會議是 我說實在 國會現在誰是多數 你不要講當家做主不鬧事 那國會誰是多數 韓國瑜怎麼會沒有責任 韓國瑜自己作為一個院長 你就算不能夠約束 你要私底下 用交情去解決啊 你不會解決 你要請黃金瓶出來解決嘛 就是黃金瓶是史上 大家覺得做最好的院長 可是即使沒有黃金瓶 有習慣的時候 跟出家學的時候 也沒有鬧成這樣嘛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你的院長 只會坐在上面做一個形式 你發言我發言這樣子的話 沒有實質性的協調 讓立法院氣氛繼續惡意螺旋 這種藍綠的對決 氣氛一直在的時候 我覺得二月一號 大家就逃不掉了啦 大家全部要改選 然後因為這種國會 大家看的實在太討厭了 就會全部說 好嘛我們全部 全部來重新選嘛 所以我覺得 這也是徹底的局面 我剛才就是這麼主張 對啊 我認為放過我們社會 讓社會修養 要不就全部都來了 就一次解決 對所以說你這樣子搞下去 你覺得 對國民黨自己有利嗎 因為現在民調做起來 政黨支持率最高的 都是民進黨啊 我第一次看到政黨 就是以前去年以前 都是三十幾 三十幾 現在已經四十九點幾 接近五成耶 有一個政黨的好感度 會接近五成 我覺得你們國民黨 跟民眾黨看的不會怕嗎 現在看起來的話 未來是不是政治會 會有大罷免時代 包括眼下的 那你說進行到第二階段以後的 所有的相關的一些地區 未來會怎麼樣 這個是大家在觀察 因為我們從二月一號 那時候 一月十三號選完就講 未來 國內的政治中心 會在理法院 因為三黨不過半嘛 怎麼樣合縱連橫 可是現在看起來 除了這些以外 各別的一些事情 當鄭文燦前副院長的事情 出來了以後 賴清德在一個私人活動 直接對媒體上 直接定調了 講了包括打炸 打炸 樹灘 掃黑 這幾件事情非常重要 所有相關的這些事情 那今天看起來 所有的人大家都在看 那高院到底對於地檢 台灣地檢 送上去 然後說直接要求 要抗告這件事情 大家還在等 但創下不可諱言 這件事情願剪兩邊 從最近的一些用字遣詞來看 你不覺得有一點點火氣在裡面 基本上現在的情況是 賴清德賴清德賴清德華爾 八個字最重要 勿忘勿重 然後不得不然嘛 所以呢 現在不管你是誰 勿忘勿重 所以呢 連民進黨都這樣弄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 就在想說 七月六號是鄭文燦 八月六號 哥文哲也生日 要小心一點 就勿忘勿重嘛 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個呢 鄭文燦跑法院 跑地院 大概不得不懶了 當然 要跑好幾天了 不斷的 然後現在這個情況 你可以看到的是 第一個呢 我們從現在出來的資訊裡面 那天是有一個 齊齊式的偵訊 那齊齊式偵訊 當然 對於院方來講 當然就覺得 這個東西要討論一下 然後後面呢 你看他幾次的那個 說明書裡面 其實說的就是 他確實 根據你所講的 是有犯罪嫌疑 所以交保 不是五保 那是交保 交保 所以是有犯罪嫌疑 但是呢 你檢方 你給我的資料 你讓我的新證 沒辦法認可 沒辦法認可 所以其實很簡單嘛 就是 那兩個五百萬 你中間的關聯性 你湊不出來 到目前為止 就是確實2017年 有給了五百萬 然後2018年 你也還了五百萬 但是中間這五百萬 你中間 你至少故事 要講到清楚 讓法官 可以接受嗎 沒有嘛 然後你說有串陣 那串陣呢 另外三個都被壓了 你有什麼勾竄的嫌疑 然後你也下了桃園市 一年多了 有沒有人跟你通風報信 也沒有 所以其實 院方就是在做一個就是 那要求的就是 有一點就是 你檢方喔 不要壓人取共 因為媒體上面出來說 院方 就這一次 剛才的時候 院方直接講摸索證據 對 那個誰聽了大概都會 會不上 所以陶姐 陶姐也會對那幾個字不說 白話文就叫做 壓人取共嘛 他是在指責 壓人取共嘛 指責檢方壓人取共嘛 那檢方呢 過去也經過了 那麼四任檢察長 對不對 今年四次的申請搜索票 生死不到 那事實上 法院也是有道理的啊 你陳文山早就搬出了 桃園市場官邸 你去搜索官邸幹什麼 可是 現在看起來有鬥氣 但是今天呢 也讓人家覺得 高院好像 也捲進來了 因為高院也是蠻奇怪的 你連夜好不好 第二次抗告 其實我們抗告來抗告去 依法嘛 史上歷史上 我們記得是五次吧 五次來來回回嘛 但是高院呢 先開始說 我們已經開始審理了 然後說要仔細月券 今天可能不裁定 那到了四點多的時候又說 今天可能可以裁出來 證證好像很單純 今天可以出來 那你不覺得 現在 好像大家都在火系中 因為這個意思是什麼 如果 從頭一看的話就是 你的證證喔 跟我昨天看的差不多 所以我很快就看 就是沒有新的證據 對 就這意思吧 那你檢方要加油 不然的話 我不會讓你壓人取公 不過現在這整件事往下走 走著走著 人員會不會問一下 第一個 當然這件事情 大家都是很訝異的 看到那一則新聞 在禮拜六的時候 那個新聞才出來 是 中間是密不透風 另外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今天 談著談著談著 那個檢察官跟巧欣說 是好朋友 就跟這個案子 到底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大家還要聊這個 是不是密不透風 我老實講 我覺得有點好奇了啦 我為什麼會講說 有點好奇的原因 是因為 如果大家看那一天 其實七月六號的時候 什麼時候開始媒體寫報導 大概是在八點多 你看到所有的報導 大概都在九點的時候出來 所以大家覺得震撼 因為十一年要開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天 家庭嘛 是 這邊有一個報導 老花言 好不好 七月六號的報導 其中呢 許巧欣 這個是在三重黨部 辦這個國會改革說明會 立委 許巧欣在致詞的時候 就提到了鄭文燦案 重點在這邊 許巧欣說什麼呢 他說 他在凌晨的時候 就已經接到消息 來看這邊 他凌晨就接獲消息說在偵訊 這是媒體的報導 要給各位看報導原文 請問 媒體都是在九點的時候發布 為什麼凌晨我們大概認知 不會是五點吧 當然不會 凌晨的定義我想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許巧欣會說 他凌晨就接獲消息說在偵訊 為什麼提到檢察官 這個檢察官 因為檢察官叫陳嘉義 那就媒體今天有爆料了 說他跟這個許巧欣是大學的同學 那有很多的照片 事實上我有聽許巧欣說過 他有其實在媒體報導之前 他就有說過 所以你如果真的看許巧欣 在這個案子裡面 他不會沒有像其他的新聞議題上面 許巧欣碰很多 很多這種議題怎麼可能會放過 許巧欣在這件事情上 你真的看他其實沒有針對這個鄭文燦 他頂多就是說那個貪污打案怎樣 他沒有多做評論 我相信他一定知道 如果今天大家講說 這個檢察官跟你是同學 跟你是大學 因為現在講說他們應該不是同班 因為但是應該是大學有認識 這個現在有照片出來 但我也很好奇是 當時許巧欣為什麼會在 三重裡面講說 他凌晨就接獲消息 這個是聯合報的報導 聯合新聞網的報導 所以我覺得 你知道今天大家還去查什麼 你知道嗎 二次的這個積壓庭裡面 這一個獨審的法官 叫做方凱峰 大家還 我覺得媒體真的也很厲害 說方凱峰呢 還跟陳嘉義 同樣是司法官訓練所的同學同學 所以剛剛我跟他講說 會不會有院檢之間的這個紛爭 或幹嘛的 其實我講實話 檢察官你就是要鞏固你的證據力 當然 你今天要送這些東西 那第一次高院在 就發回來的時候 是告訴你講說 你這個 你積壓庭你認為說沒有積壓的理由 你也要想積壓的理由 不積壓理由 你要寫清楚 那這次都寫給你 所以抗告本來是檢方的權利 我覺得我有點尊重 但現在看起來 你這個第二次的這個積壓庭裡面 法官就是提高了他的交把金額 有人直接解讀啦 對啦 你們就一直要要求嘛 不然我就再提高一點 如果不提高 如果不提高 不然又被你們講說 又有政治力或幹嘛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我一直覺得 在這件事情上面 當有一個新聞出來講說 賴清德開了綠燈 讓檢方去辦的時候 我其實覺得這就是一個最大的殺傷力 那代表司法可以被人家開綠燈 開紅燈 我們當年不就是為了避免這件事情 說我們弄個特徵組 大家這個專辦大案 專調大惡 到最後咧 就現在居然有個新聞跑出來 叫說因為賴清德就覺得說 我要開始肅清這些那些 居然可以這樣做 我如果他如果沒心要肅清的話 不是這些案子就不見了 我覺得這種東西 其實對民進黨 才是最大的質疑跟傷害啦 OK 也就是對你們來講 後來怎麼看待這個案子的專辦 我先回憶一下 那個許好欣的事情 我覺得 好就算許好欣跟那個 檢陽官陳嘉義是同學 那代表什麼 代表什麼 代表什麼 我們沒有質疑什麼 我只是好奇他為什麼會講 是李英辰他就結婚 我知道啦 我只是說 這個 你要想清楚啊 不是啦 你是說檢陽官 我們洩密給他 沒有沒有我沒有這樣講 你不要亂摳爆竹 有人當委員之後 開始會斷章取義 我剛剛講嘛 我剛剛特別強調 許小青在這件事情上面 事實上他並沒有過多的評論 因為他一定知道 這會被做文章 你剛剛應該有聽到 我講這段 但我只是好奇說 為什麼他那一天 會突然講說他李英辰 因為五哥說 這個案子其實都密不透風 是啊 所以我說林報道媒體 都是在九點鐘左右 大家可以去Google 都在九點鐘左右 開始寫信 我只是好奇為什麼 許小青會突然說 他在凌晨就接獲消息 不要亂摳 我只是說 就算是朋友 應該也沒什麼關係 我只是要這樣講而已 我只要評論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 我也評論了 我怕大家會誤會 想到別的地方去了 所以我說其實 就算有也沒什麼關係 本來就是同學的關係 我們也覺得很正常 那再來就是 有關於這個事件的看法 今天其實很多人在講說 第一個 鄭文燦其實他這不是刑案 他是在七年前那時候 就已經被監聽了 而且被拍到照片 那個照片說是 那個白手套拿了一袋錢 進去他的官邸 出來那個袋子已經不見了 而且也有監聽到說 這個錢是要去處理什麼事情 都有監聽到 可是大家比較好奇的是說 那為什麼七年前都沒有辦 一直到現在才辦 為什麼嘛 這就是為什麼嘛 那對照那個時候 賴清德他 在當天 就是鄭文燦 他被約談的那一天 主動接受訪問 他講什麼 他講說樹灘打炸 打炸 跟掃黑 是政府現階段重點 講的是什麼 那我的感覺就是 現在改朝換代了 所以他要澄清立志 所以把這幾件事情 把它放到重點來 那當然大家覺得很奇怪啊 那為什麼七年前 蔡英文總統的時候 就沒有關係 現在賴清德的時候 才準備要做 這個外界 絕對會這樣子質疑 那鄭文燦到底 這個事情是怎麼樣呢 我覺得現在就是 我覺得現在檢院 就桃園檢跟桃園院 在大鬥法 桃園院 就是連連續兩次都交保 一次五百萬一次一千兩百萬 但是他們 他的那個講的理由呢 都很奇 都我覺得蠻有趣啦 第一個 他們的講法白話文就是說 我們也覺得鄭文燦有拿錢啊 因為他就說 鄭文燦呢 涉嫌 非植物收賄罪 涉嫌重大 他直接第一句話 都講涉嫌重大 但是他不能說 他覺得他有拿錢 他就直接說 涉嫌重大 因為他後面都有解釋 說啊泄滅呢 好像也不構成泄滅 洗錢也不構成洗錢 只有這個 不違背植物收賄罪 涉嫌重大 讓我們看起來感覺說 好像第一個應該是有的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為什麼覺得不需要收押呢 因為 鄭文燦已經離開桃園市長位置 一年多了 所以他對於公務人員 沒有什麼影響力了 所以也不會有什麼勾竄啊 那些之餘啦 所以不需要收押 他的結法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 你怎麼知道鄭文燦沒有影響力 鄭文燦非常有影響力 鄭文燦 他一開始做很年輕的桃園市議員 後來做行政院新聞局長 然後他是派系的大佬 然後很多人都跟他有關 然後他做過行政院副院長 現在是海紀會董事長 他的關係是法院你知道的嗎 那你怎麼知道當時 他跟這個案子有關的公務人員 現在還在桃園市政府 搞不好現在已經在別的機關去了啊 他又透過別的關係去影響 你怎麼知道 所以法院可以很武斷的講出這句話 是讓我覺得最奇怪的 然後再來就是今天黃光昌也有在 也有在質疑鄭文燦的角色啦 他說他說鄭文燦在這個案子裡面 確實是非常的積極 因為那個主要的那個行惠者 應該叫做廖俊松嘛 廖俊松他是誰呢 他當然在那個華雅科學園區旁邊有D 然後他也是那個D的那個重劃的理事長 他同時也是華雅的一個什麼廠促會的理事長 反正就是多重身份 在當地應該算是有影響力的人啊 他當時喔給了就是給了這個500萬以後 同月喔同月的26 同月的7號你看同月7號就開了開了一個 林口公武工業區擴大變更案的會議 主持人是誰呢主持人就是鄭文燦 鄭文燦親自主持 而且會議結論呢就是 有關於山坡地解編的部分呢 啊這個準備要處理處理解編了 而且還附加附加一個彈書就是說 旁邊的9.12公頃的農業區 四地重化他他覺得是個OK的 他覺得OK所以這就是綠燈的喔 那華國商店還有質疑另外一個事情啊 這個也可以讓大家公平一下 他質疑什麼他質疑說 這個廖俊松不只是只有找鄭文燦 同時他還有去總統府陳情 那當時總統當然是蔡英文啦 106年的時候 然後蔡英文總統呢收到陳情之後 當時秘書長叫吳釗燮 吳釗燮後來呢就發了一個文 給這個廖俊松理事長就說你的 你給我總統的函呢跟復健都收到了 我們也交下啦然後他接下來就稱讚了一下 這個理事長那華國商就說 其實他的還上達天梯啦還找到總統 那總統秘書長呢總統府秘書長後來呢就發文給行政院秘書長 就是現在的院長卓中泰 那卓中泰呢就立刻也交辦給經濟部跟內政部 那大概是這樣 不過這個吳釗燮有回應我們也要講一下 吳釗燮的回應就是說這就是一般的陳情案 只要任何人他希望陳情呢 通通都可以寫信給總統府 總統府都會交下 但至於說到底要怎麼處理呢 各機關還是會本運圈在考量 袁氏剛剛講的這一段 事件有沒有注意到 最近藍燮把這個方向整個都在講的就是 小英總執政那段期間 整個事情就已經有眉目出來了 為什麼沒有沒有 最近你看藍白兩大陣營都一直不斷鎖定在這 我覺得齁 國民黨總算抓到一個機會 他們可以來醜化 來污名化我們整個民進黨 那當然這是他在野黨他的工作任務 他是要這樣 不過我倒是覺得這一次 第一點桃園的地檢署跟桃園的法院 他們各司其職 而且他們都很盡力的在為他們自己的工作 比方說法院本來就會比較站在說 那即便他是被告 即便是涉嫌人 但是他應有的權益 是不是到該羈押他的時候 那法官當然會想盡辦法 他絕對跟檢察官 要有稍微不同的一些看法 比較更嚴格的站在人權的看法 這是應當的嗎 因為以前 我跟他講 因為以前的羈押是檢察官可以決定的 對 後來修法完以後才把這個羈押權拉到 由院方 沒有錯 所以我覺得這很好 這更落實我們保障每個人基本的 我們是罪行法定 那也一定要有罪證確証 所以法官他講的這個 即便很多人會認為說 你這是吹毛求術 可是他講的說 你這個是用口供拼湊證據 這句大家就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因為到現在為止 只有被收押者他的口供而已 那我們是不是能夠只憑 被收押者的口供 就來收押一位他過去曾經 有那麼光輝的從政的歷史 那是不是這樣子公職 我們是不是應該審慎的 更審慎的做法 那是不是這樣子公職 我們是不是應該審慎的 更審慎的做法 所以我覺得這個檢察官 他也非常盡責 說實在話 能夠這樣子七年來 那不間斷的追蹤一個人 追蹤一個案子 我覺得這個精神也是 我站在民進黨的立場 因為我們民進黨 既然我們有那麼崇高的立場 我們服務人服務社會 我們絕對不貪賭的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 當然賴清德他會跳出來說 勿網勿縱 那這個剛好又給藍白 他們又有機會 有藉口來若井下石 他們除了污衊說 民進黨你看 一路貪啊 一起貪啊 你們就是 大家一支貪 他除了污衊貪以外 他還可以講說 你看 這個賴總統 他現在這個權力的最高位者 他也是黨主席 他藉由這個來整肅黨內的派系 等等 這些傳聞都會出來 還有藍營的立委是直接講說 這是賴希跟殷希兩個人 是不是開戰 王衛偉好像就直接講說 是這個原因 我認為其實 待會我們要討論這個議題 已經很清楚了 我覺得賴總統穿著迷彩服 他循著蔡總統 這八年來的 那這個以國防戰力為主 八年來這個賴總統 蔡總統為了保衛我們國家 他八年來每一次的漢光演習 他說他要親自出席 以他 蔡總統是一位女性 但是他一樣照樣著上軍裝 他說到做到 他都帶頭 你看過去馬英九 馬英九過去還選舉期間 還誇誇自豪說 他是海軍軍官他怎麼樣 結果他擔任總統以後 前後他去軍方才四次 你八年來總統才去試試 裡面還有一次被逮到說 他只亮相了六分鐘 用敷衍的方式 但是蔡總統 因為女性 人家他說到做到 那這些蔡總統 賴總統現在就是接續 先前小英總統的路線 那我覺得在這一方面 他們兩個之間 有非常好的墨鏡 所以不應該再以這種所謂的 這個不同派系 對抗英系 殲滅英系 這樣子的字眼 來形容說 他們之間一定會有什麼摩擦 我覺得這是一些錯誤的想像 不過現在看起來的話 或者如果這件事情上 也有人直接講說 藍白幹嘛這麼高興 因為如果要是真的 像賴清德講說 接下來一定要做出一些 不管是打炸 然後掃黑素材的成績的話 那一定不會是只辦綠營嘛 那藍營跟白營的 像現在還有幾個案子 也在這種司法理論上 不應該被所有的政治力去做影響 但如果真的要講說 會不會不管藍白 如果照賴清德說 管你是什麼黨派什麼什麼 他就會往下打啦 那賴清德可以講這句話之前 就是司法受政治影響 對不對 我可以講說 我們就是要去做這件事情 不是你司法主動 是我告訴你 要去做這件事情 其實今天二審 第二次的那個 的接壓庭的時候 講到摩索證據 其實就是在講說你沒有新的證據 那為什麼沒有新的證據 那為什麼沒有新的證據 七年前 七年前的時候要簽解 你現在突然可以辦 對不對 賴清德第一時間 在灣裡教會的那段 那段公開講話 就是叫你辦下去啊 以前民進黨要不是 尊重司法 最起碼是什麼 會講說 不是講權力支持 最起碼是權力支持 他爭取自己的清白 這都沒有啊 都講說 如果不法都要辦下去 意思就是暗示你說你就是不法嘛 民進黨現在態度很清楚 今天大家是認定這個 已經是政治辦案之後 才會繼續講到藍白嘛 因為我如果可以 可以辦鄭文燦 你其他人通通跑不掉 鄭文燦這麼大尾對不對 我說幹就幹 那你其他人 你有什麼好那個 所以現在有人在講 剛剛不是衝一下 就在講 8月6號那個 柯文哲生日 黃文昌不是笑著在講 他對他們當主席的清廉 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大家以前民進黨 也對鄭文燦的七年 蔡英文也對鄭文燦的七年 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說鄭文燦從來不炒土地啊 對不對 現在不是全部都破功 那不是在打蔡英文的臉 這個位置是蔡英文 海濟會董事長 蔡英文要來的 結果你才上陣一個多月 直接一刀砍下去 對不對 砍到你死無上陣自己 那所以現在狀況 你柯文哲真的 沒有案子在人家手上嗎 這個案子沒有出來之前 誰知道檢方有監聽藝文 有有拍到影片 拿著黑塑球搜到來進去 通通都知道 你柯文哲的案子 全部都接得起查嗎 只是我抓在手上 我什麼時候要查 我是比較不覺得 現在會去動柯文哲 現在動柯文哲 沒有什麼急迫必要跟好處 但是藍營的部分 像地方議會 他這次已經講 我要綠能掃黑了 對不對 雲林縣議長已經扣進去了 對不對 你接下來的時候 你比如說 尤其我覺得國民黨的雲林 髒話 可能就比較容易出問題 我或許你縣長 我動不到你 縣長我不見得動得到你什麼 可是你地方派系 如果你拔掉之後 你在那個地方 你在2026 你就會出問題 所以比如說 你我今天來講 你雲林的現在議長下去之後 你接下來那個地方 如果多處理到幾個 你可能那個地方選舉會出問題 髒話我覺得也會有問題 OK 可是你現在看起來 對於賴清德來講的話 最近包括 台南不是出現那個槍擊案 那個行刑式的槍擊案 然後這次中央裡面 你說像鄭文燦這些事情 對賴清德來講的話 有人講說這反而是另外一個 就是等於說 敵清力智 所有這些聖貨對地方 剛講到的 不管是什麼綠能掃黑 所有這些 就乾脆一次處理 是啊 如果能夠處理 當然是最好處理 你覺得你懷疑嗎 我覺得我沒有懷疑啊 就是如果連鄭文燦都可以的話 那就可以了 不是啊 我是覺得說譬如 你鄭文燦的事情 我是覺得這樣 因為你這個 譬如說第一次的那個法官 駁回那個法官 然後就說鄭文燦 那個他這個法官的父親 的爸爸跟鄭文燦有什麼關係 所以他把他 就五百萬交往那個法官 但是你去仔細看他的 這個所謂駁回的理由 其實我可以認同啊 因為他第一個 就是五百萬這個是 已經確就是比較 確定的事情嘛 第二個洗錢的東西 他說這個 他並沒有要掩飾 他有收這個五百萬啊 只是說他的說詞不一樣啊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也沒有逃亡的這個之旅 所以你為什麼要去壓他 那總是高院雖然跟財之後 高院這個法官也是同樣的理由 就是說第一項的罪責 我比較清楚 然後第二項的這個洗錢的東西呢 其實也是沒有看不出來 他有洗錢的意圖嘛 然後再來串供 也看不到什麼意圖 所以這個也是就是一樣 我只是提高你的交保金 但是呢 我還是一樣不壓力 所以說 所以說那我們就會問說你 檢方如果市面上包括林濤 還有國民黨那邊 講了那麼多的案子 你檢方可能也監視了他 從2017年到現在7年 你就只聽到這個案子嗎 如果你只聽到這個案子 然後又沒有新的證據 你為什麼一定要槓上什麼 就一定要去叫他收押這樣子 大家就不了解 因為你現在所有押人 通通在裡面了 那他跟誰 這件事情很簡單 就是他拿了錢 要去改那個地 這個地木嘛 本來是要驅斷徵收 後來變成地主重劃 後來行政院打回票 就不行 他就去退他的錢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案情 這麼簡單的案情 如果是只有限這麼簡單的案情的話 你為什麼一定要去深壓 這是大家不懂的地方 那如果說林濤他們都有很多的證據 或是有很多的案子 你可以再通報啊 你有新證據 新案件 然後我再去申請 那是另案嘛 對 然後我再去 我再去 要求生壓 我是因為才有道理 不過你完全只會看到說 好像 就是願檢的檢 的意氣之爭 不是嗎 那我覺得就是說 如果總統的好意 就是要訴貪 我連自己人 我都不 我都不放過的時候 那你願檢搞成這樣子 好像搞了這個 司法鬥爭一樣 這樣有什麼意義存在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當然這個光電的事情 很複雜啦 雲林 我覺得台南這個東西 到底是不是因為光電 我覺得 我覺得不知道 因為這個光電的時候 你看雲林這個光電 也不用到殺人啊 你這個等於跟這個 當年的鄭太極 是差不多一樣的 就是說 只是說他沒有在他媽 在他媽媽面前 但是他還是跟他媽媽同住啊 然後還是在家門口 等於我開三槍 就是硬要你死 我跟你講 台灣這種 要你死的利益 是牽扯很大的 一定也不一定說 就只有光電而已 或怎樣 所以這個東西 也許也 我說實在也有點政治示威 我不知道 我最近可能韓劇看太多了 那是韓劇嗎 對 政壇旋風 所以說我覺得 那你就要給 故意給他南看 我就出在台南 所以說你全面 你本來就是 你上來之後 你就是要掃黑 掃黑 還有找那個詐騙集團 這是整個政府 對你最大的一個期待 都不是期待你去成立什麼 三個委員會 那個很空洞的東西 你就實地解決人民被詐騙的問題 然後這個掃黑 黑道 還有這個所謂光電 因為光電 我覺得民進黨的痛啊 我覺得說 蔡英文是發展綠能沒有錯 但是他還留下光電上面 很多的疑慮存在 所以如果你趁這一塊 把這個光電的黑掃一掃 其實未必也不是說 在逗蔡英文 是在幫民進黨 掃一些障礙啊 為什麼不這樣看 那國民黨不要高興什麼 如果蔡英文都可以辦 柯英文也可以辦啊 那你們這些立委 如果我民進黨欠三個 我就辦三個也可以啊 可是這 好 剛剛因為講到 包括台南那個昌集案 昌集案 因為今天還就有一些 一些訊息 包括是不是有指紋 然後是不是已經大概可以 大概可以勾勒出 槍手的一個身份啊 或什麼 可是那個斷點太多了 你看那個作案的手法 包括幾部車 然後有燒的 然後潑流栓的 就是滅到一塌糊塗 就是這個樣啊 這個案子剛開始的時候 我記得那天 我們在這邊上節目 然後五哥說了一句 就是說 按照現在警方一定會要求 對不對 要求大家限期交人 趕快把人給我交出來 所以應該 現在看起來我 比較保留了 為什麼保留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警方第一次 時間出來說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呼籲槍手趕快自首 自首可以減行 我不太懂 就是說可能他 這個公式上面 要這樣喊話 他一定要這樣喊話 是是我知道 他總不能對著鏡頭說 各方麻煩幫個忙 是是是 把人逼出來 但現在看起來這個 槍手沒有想要自首的感覺 對啊而且在講 是不是已經潛逃出境了 我接下來講的 完全不是電影情節 真實發生在台南 因為一開始 大家都知道說 這個槍手就是 埋伏在旁邊的公園處 然後還過了馬路 看到這個 一有風吹草動之後 就過了馬路 然後走過去 還巡原路回去 那第一次 大家看到這個消息 後續的是講說 他搭上了一個 他有一輛車子 然後接近他離開 開到二點多公里之外 就汽車了 結果呢 警方去那邊找的時候 說找到了車子 但是整個車已經被火燒掉了 而且呢 大家如果看到新聞畫面 還有看到被燒掉 被燒壞的那個槍 所以其實作案的胸槍也在這邊 那你要從這個勾勒看起來沒有 後來說找到第二台車子了 那找到第二台車子的時候說幹嘛呢 說有警方也證實了 但是那個被潑灑了硫酸 那可能要準備蠻多硫酸的 而且我講實話 要潑硫酸跟點火 我認為硫酸的準備工作要多一點 因為點火容易嘛 這是壞事小孩不要學 先講要上警語 但是他準備了那麼多硫酸 把這個東西給潑了 那你還能找到多少證據 我們也不知道 現在說找到第三台車了 那第三台車是什麼車呢 說有警方說有第三台車 但是細節不變透露 那到這個位置 那剛剛五哥說他們已經找到 因為警方現在是講說 他們要勾勒所有的這個 還要去比對他的這個什麼 行為的這個激政或幹嘛的 所以每個人動作或幹嘛 想盡辦法去追 但是這個案子到現在為止多久了 馬上也有人講說 搞不好這個已經坐湯了 但現在我覺得他如果有這麼詹密 他也不需要做統治 因為連身分都不知道 因為如果有說實話 這種你警方一掌握到身分 立刻公佈 如果我已經知道是誰了 不要用言之 像現在立委 我如果知道是某某某犯案 我當然就直接公佈 知道是康仁軍 我就公佈康仁軍 我就全民來抓他 就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案子 其實你再回想一下 88槍的那時候 我想那時候 88槍是對著牆壁對著門打 大家還記得那一幕嗎 賴清德副總統 要進選黨主席 市長站起來 立委站起來 議員站起來 改鄉親會失禮 然後大家去說 那現在是人啊 現在是人啊 那總統對於鄭文燦的案子 有講誤網誤眾 有講這個不得不然 那這個案子呢 我覺得這件事情 大家會想說 第一刻88槍震撼社會 在台南 現在當街行凶的 也在台南啊 網友都講說 現在台南變親戚之都了 那該怎麼辦 那對整個區域政治來講的話 有一定會關心 美國這場選戰 到底未來會怎麼樣 到底誰跟誰對壘 對 你不要懷疑 你沒有聽錯 那我沒有確定 一定是拜登對川普 因為拜登現在的狀況 我不知道 上下 他真的一定會選擇 但他態度很強硬喔 他call in call in節目 然後包括發信給自己的民眾 民眾黨的人 他做了所有一些動作 他就是不對 相對來講 共和黨 共和黨大概處理的事情 比這個要單純的多 可是共和黨發了新黨綱 有人你去看那個新黨綱 他沒有提台灣什麼的 可是他對於老共的態度 看起來也是很強硬啊 基本上我真的覺得 建議美國的民主黨人 派點人來跟國民黨取經 因為換掉候選人 國民黨是有SOP的 對不對 這個東西可能比較好處理 但是呢 現在這個情況裡面 美國呢 拜登喔 其實你會看到 拜登今天北約的會議 講話很想有力 但是呢 美國現在在流行一個畫面 2018的拜登 還有2022拜登 然後其實慢慢有人看到 因為他確實 上了一個年紀 當然 老了 所以有的時候 就算白天某些時間 他精神很好 但是有些時候 像那天辯論是晚上九點 對嘛 你不能擺這麼晚嘛 對 所以拜登的情況 但是拜登現在呢 就面對到就是 民主黨每個 很多人很擔心 對 所以在背後一直給他插刀 插到快像刺蝟一樣了 但是呢 現在呢 共和黨呢 現在就是看你鬧 所以呢 川普呢 會忍不住 但是川普也有節制 但是川普的節制是 當面傷口撒鹽 我們再來辯論一次 不要有主持人 無限制 那你這個 這個東西是 拜登 再來辯一次 而且他一定會調晚上 而且要九點以後 九點以後 可是呢 這裡面其實整個形勢 就是看你這個 讓你民主黨 怎麼去處理 那拜登當然是 因為他如果說 他精神很好 說他真的覺得他很行啊 然後另外一個 你怎麼去退 但是川普就會虧他 然後說我們來打高爾夫球 我們在那邊比比力 我覺得你開不了 開球開不了無數嘛 對對對 比不了那個比比力 但是另外一個 他們其實在準備什麼 七月十五到十八 共和黨大會 大會 所以現在先公佈 十項的一個政綱 十項的政策裡面 就是專門抗中 專門抗中裡面 取消最後國待遇 然後中國的汽車 想不可能給我進來 然後關稅要給你繼續佔 這個時候 強聲 其實他接了議長之後 很長一段時間 也比較沒聲音 可是這個時候 我的勵志 這個會期裡面 就是要針對中國 全方位針對中國 用盡一切精力 集中精力對付中國 呼應一下 所以現在共和黨 正在氣勢如虹 一路過去 而這拜登呢 處在那個狀況 可是當然 為什麼拜登會掙扎 共和黨很多人 是因為他們要選舉啊 跟當年國民黨的 很多立委 一樣 但是另外一個情況是 其實民調裡面 拜登是往下滑 川普沒有增加 川普並沒有大幅增加 他是跟拜登的差距拉大 可是川普並沒有突破 他的一個天花板 所以呢 拜登現在的想法是什麼 如果挺到八月 挺過七月底 要提名 提名了 挺過之後 那大家怎麼辦呢 沒得選 所以現在這個僵局一直弄 當時僵局一直弄的話呢 只不過是 目前為止 川普真的是募款募的好態度 OK 但是民奉 你看那些新聞 最近有幾則 第一個 白宮的記者 記者直接問發言人 問法都非常直接 我還看到那個記者 直接問那個發言人 到底有沒有那個 神經內科醫生 有沒有到白宮裡面 然後甚至那個記者 我印象中 那個記者跟那個發言人講 你現在應該要認真回答 這個問題了吧 顯然以前問這個時候 大家就哈哈哈哈 怎麼可能的 沒有 他就想說你現在要認真回答 到底有沒有過 有沒有這樣 另外也講說 美國媒體有講說 白宮現在要告訴拜登 怎麼走上台 去講這些 連這些都要交了嗎 對啊 我看那個白宮也都很狠啊 對啊 那個請問他有沒有去檢查 那個艾斯海默症 就直接問病名嘛 然後呢 現在就是 大家就發現這個 主要是 因為他死好死壞 大家也不曉得 然後可是問題就是 有一個證據來了 紙片的證據來了 紙座的證據來了 他就發現白宮幕僚幫他找到一個 幫他做一個超詳細的圖解 指導拜登要怎麼走 他這個就是 第一個是應該從 走什麼走到講台 然後呢走到講台之後呢 走到講台之後呢 走到講台之後呢 你要怎麼看 看觀眾 要從觀眾的角度看 然後呢 還有這個要講什麼這樣子 然後就是 因為一般人就是上台 上台之後 我就直接走到中間 然後跟觀眾講台 他不是耶 他在這個紙上面 這個作文 paper上面要寫 從講台上面走 然後從什麼角度要轉彎 然後再看什麼角度要看觀眾這樣子 連這種細節 他都要這樣子一一一一的圖解 連這些都要交了嗎 對啊 對啊 我看那個白宮記者都很狠啊 對啊 那個請問他有沒有去檢查 那個艾斯海默症 就直接問病名嘛 然後呢 現在就是大家發現這個 主要是 因為他死好死壞 大家也不曉得 然後可是問題就是 有一個證據來了 紙片的證據來了 紙座的證據來了 他是發現白宮幕僚幫他找到一個 幫他做一個超詳細的圖解 指導拜登要怎麼走 他這個就是 第一個是應該從怎麼走到講台 然後呢走到講台之後呢 走到講台之後呢 你要怎麼看 看觀眾 要從觀眾的角度看 然後呢 還有這個要講什麼這樣子 然後就是 因為一般人就是上台 上台之後 我就直接走到中間 然後跟觀眾講 他不是耶 他在這個紙上面 這個作文 paper上面要寫 從講台上面走 然後從什麼角度要轉彎 然後再看什麼角度要看觀眾這樣子 連這種細節 他都要這樣子一一一一的圖解 然後圖解完之後 後來還是不行了 因為他照稿念 因為他現在都照稿念 然後自此的時候 然後這個還是念念差了 就是說 他本來好像在講那個會議上面 本來念得好好的 後來突然突然就把這個什麼 要求軍方什麼什麼 那個是一個order 那是一個指令 那個不是在講稿內部 那個是說 接下來那個軍方要上台 然後他要頒獎給他 我怎樣 他就把那個幕僚人員 就在下 應該是寫在一個括號裡面說 我要唸出來 他就直接唸了 要求軍 他很警覺喔 這時候就好了 唸完三個字就好了 然後就馬上就停下來 然後再重新講說 我們請這個 還好這時候 因為鼓掌很大聲 這句話很少人聽到 可是拜登已經到了一個 這個幾乎已經全美國的媒體都叫他退的 退的地步 就是包括這個economist 就是這個經濟學人 也叫他要退啊 為什麼拜登必須要withjoe 就是說為什麼 對啊 就是說他就專門告訴大家 所有的讀者 為什麼拜登需要這個退選嗎 然後就是還弄一個 這個是住行器嗎 可是人家拜登還走得蠻好 他只是腦袋比較 但他常跌倒 對啊 沒有啊 不是昨天還有人叫他十八噸嗎 十六噸 十六噸 十六噸都很恐怖 還要十八噸 對啊 那所以說 那可是 這個經濟學人他就 其實經濟學人已經 到現在為止算溫和的 因為像那個紐約時報啊 什麼 因為每天幾乎 每天幾乎都是開炮的啦 那所以說 那些黨內也是很麻煩 因為 早些的時候 拜登都是在募款 所有的錢都在他手上 那他說不要退 然後還很硬 他還跟人家講說 他打電話去電視台 就是說你們 你們去跟那些人講 叫他到民主黨的代表大會來挑戰我 不要在那邊放消息 怎樣怎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就是未來整個局勢 所以民主黨很頭痛的問題 現在講說賀錦麗 賀錦麗的民調也好像可以比 可是問題是 現在拜登也不可能放 放錢 這競選的時候沒有錢 也很難辦 不過現在看起來的話 到底美國這場選擇會怎麼樣 他一定會攸關到全球 當然你說對美中台的關係 一定會有影響 那如果講到美中台之間的關係 任俊 還記不記得那個 闖淡水河的那個快題 那件事情讓大家都 說實話是有嚇到 怎麼可能會這樣長驅直入 所以漢光演習針對 我不知道是不是針對這個 但是這次漢光演習 就有在淡水河孔那些地方 放油桶 放油桶鏈這些 跟這個 你一定會聯想到這件事吧 這其實一開始是因為這張照片 因為顧力雄去看了這個淡水河 突然看到有這個油桶 都在站在油桶前面 大家就很好奇說 這個油桶是要拿來幹嘛 而且看來有綁袋子 那現在就傳出來講說 事實上就是在淡水河這個地方 用這個方式來佈置我們的油桶防線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可以理解 第一個這個油桶 看起來不會是實心的 一實心就撐到 所以也不會坐這個油桶 桶子出去幹嘛 他那一條鏈子卡在那個地方 對他簡單叫做主角設施 當我這邊佈了之後 我這邊佈一條 我也不用整個都攔住 我就這樣放一段 放一段 基本上因為你快艇 要進來的這個時候 就是要確保航道暢通 那我如果要左轉右轉 基本上就是 就是阻擾你的這個 這個這個 往前進的這樣的一個速度 所以我覺得 這一次的漢光演習老將 我上次在節目裡面 我有提到就是說 如果他今天要實戰化 我真的非常期待 也就是我們到底有哪一些 是過去我們可能沒有想過的 或者可能會覺得說 他不是正規 在軍事戰場上面 會使用的制式裝備 那現在看起來我覺得 油桶這件事情 確實有讓大家耳目一新 那他一定會估算 因為老實講 油桶也不是隨便亂放 我覺得我這邊到處亂丟 但是當年的時候 那個司馬員要滅禁的時候 滅無的時候 鐵索很強 那我會把所有戰船綁在一起 他能夠阻擋多少 我覺得這是 這個是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對於大型的 這個艇來講 他能不能整整達到主角 我覺得那個未來要討論 他最少有一個 不是我們以前看到的 在傳統制式上面的裝備 這第一個 第二個你剛剛提到說 兩岸的這一塊 事實上大家現在也發現到說 美國最近有一個新的 說更新駐日美軍的戰機部署 那原先在加首那是48架 F-15CD型的戰機 那這個其實後來更換為36架 叫做F-15EX的這個戰機 它兩個其實有點不太一樣 F-15戰機事實上 是在1972年的時候 就進行首飛 那F-15EX它更晚 它在1986年的時候 進行首飛 所以人家講說 它叫做二代鷹 就鷹是二代 那比較不同的是 事實上它把它全部大轉型 所以傳統大家覺得說 F-15可能是一個老飛機 你知道美軍對於F-15EX 後來再下單 他們預計讓這個飛機 你看喔 我剛剛講說它是1986年首飛 對不對 它現在預計讓它使用到2030年 飛得很久 但它不斷地改 包含到就是說 它其實本來裝了那個四性油箱 然後呢同時 你知道我們其實像F-15 大家會覺得說 它應該是屬於三代戰機 比較老舊的那一種 但是呢EX被定位叫做四代戰機 因為它除了改良它的油箱 增加到航程之外 它另外把它 它為了怕被徵收到 所以它把原先 配置在上面的主動雷達 改成被動雷達 所以你今天要去抓它的訊號 你抓不太到 再來就是他們說號稱 號稱 它用了雷達吸收的塗料 塗在它的機身上面 所以隱形效果呢 還可以蒙蔽掉敵方的防空雷達 但我覺得它比較大的差別 其實是因為F-15EX 被人家認為說 它叫做美軍新一代的炸彈卡車 因為它的整個的載彈量 跟它的載重量是大的 而且以前過去大家認為說 我如果要空中纏鬥啊 或幹嘛的 可能F-15的推動力啊 但沒有 因為它現在之所以就這樣 它其實還可以負擔一些 對地攻擊的一些任務 所以我覺得對於美國來講 現在大家傳說 它今天用了這個新的部署之後 如果台海發生戰事 最快四十五分鐘 可以抵達台灣 那當然這是 這是媒體上面 這樣的一個報導 但我認為美國 確實有在重新部署 它在亞太裡面 整體這個戰力的 一個均衡的狀態 OK 你看了漢光演習 剛才講說 包括那個主鍊筒 那所有這些的佈置的時候 你會想到說 對 我在全部講過說 如果真的快艇的那件事情 能夠讓我們警覺到 有一些什麼樣 是我們當初疏忽到的 也許亡羊捕牢 那其實你說 整個區域政治 未來會怎麼樣發展 尤其跟美國總統大選 到底那場選戰 未來會怎麼樣 一定是息息相關 國內的政治 尤其在立法院這一塊 那未來還會有什麼樣一些 包括藍綠白之間的合作連橫 我們大家順目以待 非常謝謝現場所有來賓 也非常謝謝 觀眾朋友收看 視頻影片我們明天見 拜拜 明天見 明天見 閃財